终于看作为中国体操队长的陈飞 现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重大失误 这时候替补小剑邓玲玲临危受命 不仅在中国的热势项目跳马中完美发挥 以逆转之势震惊群场 更在其参加的另外两个项目中均有不俗的表现 应声上当替补C达到了主力位置 成为中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 经过三轮的角逐 中国队以一分的优势领先美国队进入了决胜局的较量 决胜局美国队首先派出的自由体操世界冠军萨克拉莫尼 阿拉伯团两周出现了大的失误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难的 交换腿接环 要转五百次都是C组的效果 后直900 前直 这个地方是0.1的加分 交换腿 360 后去两周 单脚出击 结束 造格拉莫尼可能是受到皮后木衰竭的影响 在他最擅长的自由体操中又摔下来了 这也让美国队夺冠的希望变得渺茫 中国第一位出场的是小江邓领 为了避免失误 他选择难度更加保险的动作 这一个360 选择难度更加保险的 选择 选择 108 540 接900 接900 720 交换腿 分腿票转体180 关键看他的结束串 这样子小班 缺挺两周 漂亮 等等 男嘉语 鄧琳 圆满完成了全部任务 以零失误的成绩 为自己的奥运之旅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从默默无闻的替补 到珍贯的中间力量 邓琳琳 无疑是本场比赛最大的黑马 接下来出场的是小将 江宇言 她变了一首高歌 最喜欢的曲目 掀起底的盖头来 后置五百次 后置108 片间连接C1的连接0.2的加分 后置九百 这个动作把这个比赛现场推向了高潮 江云元用一套完美的动作征服了裁判 他灿烂的笑容感染了所有的观众 北京体育馆彻底沸腾了 最终他也是得到了15.20的高分 此时距离中国女子体操 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团体金牌 就差队长升飞 跨龙点睛的一跳了 成终中国队的六斗金花 以总分188.90的成绩 夺得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女子体操团体金牌 看到这里高个失信大发 银尸一手赠予大家 体操小巷六金花 奥运场上来一争光 动作优美 难度大 临危不乱 人人花 齐心协力把分拿 为国争光 顶呱呱 千橘剧赠大家 不提国足 大家一定笑 发费的小手 一定安排点赞评论和转发